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我是黄雪盈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 现在跟大家跟进上星期五欧美股市最新表现 美国股市星期五先升后回远 美国总统大选不确定性继续影响投资情绪 道瓶斯指数表现反复 美国就业数据偏稳 上个月的飞龙新增职位去到16.1万个 较预期少 但平均时薪升幅高过预期 并向上修订9月份飞龙新增职位 道指组段曾经升过56点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103点 收市部17888点 下跌42点 跌幅超过0.2% 至于标普500指数 最后就连跌第9日 是超过35年以来最长的跌势 收市部2085点 下跌3点 跌幅接近0.2%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市部5046点 下跌12点 跌幅超过0.2% 同样是连跌9日 总结上个礼拜 转个礼拜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累跌1.5% 标普500指数要跌2% 而纳斯要跌3%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普遍要下跌 汇丰治合港元 教本港收市价轻微下跌0.01% 收报57.44% 中移动下跌0.6% 收报86.74% 中联通下跌超过1% 收报8.92% 中人秀下跌超过1% 收报18.96% 三桶油都是要下跌 中海油跌幅 跌近2% 收报9.6% 至于中石化 跌超过1% 收报5.54% 而中石油跌跌近2% 收报5.21% 欧洲股市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 跌97点 收报66.93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跌66点 收报10259点 巴拉克指数 跌34点 收报4377点 和大家跟进 外围油价 油价下跌 有迹象显示 沙特阿拉伯 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再度浮现 消息指 沙特阿拉伯表示 如果伊朗拒绝限制原油产量 沙特阿拉伯可能大幅提高产量 将油价压低 市场关注 或者会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 落实减产的计划 纽约旗油 收市报每桶 44.07美元 下跌59美元 跌幅1.3% 而整个礼拜计下跌 跌近9% 是1月以来最大的单一星期跌幅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市报每桶45.500美元 下跌77美元 跌幅1.7% 整个礼拜计要跌近8% 看金价 金价就靠稳 市场关注美国大选的结果 股市亦都收压 美元下跌对于金价是带来支持 纽约期间收市报每桶1,304.5美元 上升1.2美元 升幅0.1% 而整个礼拜计 金价累计上升超过2% 是连续第四个礼拜的上升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美元指数是持续回软 五步在96.895 下跌挨近0.3% 整个礼拜计 跌幅是去到1.4% 是7月底以来最大单一星期的跌幅 美元兑港元7.7560 一元103.9 欧元1.1099 英镑1.2474 另外美元兑避险货币瑞士法郎下跌 一度触及超过1个月以来的低位 美元兑瑞士法郎0.9738 加元1.3386 澳元0.7681 樓元0.7327 看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82里 30年期债券报2.59里 内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交回Irene 这次的嘉宾请来市务总监郭司智 郭尚你好 你好 和刚才雪盈都说到 美股上星期五先高后低 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 令到美股受压 由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 在大选前发表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民调 就说到 希拉里的支持率是有4乘4 领先对手特朗普4个百分点 但两人的支持率差距已经大大缩减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当选 对美股的震荡性是短期 还是较长期的呢 我想到最后都是希拉里的 虽然现在这些分钟都不能太肯定 但是假设 特朗普如果是被选委为总统的话 市场的确会有点震荡 不过我不管希拉里好 特朗普好 在竞选期间 大家口号说的东西 最主要是吸引选民 争取选票 所以很多时候会天马行空 但当你坐在总统宝藏的时间 你就要关乎到经济 萌生 很多很多的政策 就不是在选举期间 天马行空说什么都行 因为做的时间 是完全两件事 当然以特朗普的性格 都比较难刺 亦不排除在各方面 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冲击 都不顶 但是大的方向我看都没有了 即是说你无论走多快 走多快 去到最后 整班幕僚都会有个大的方向 有个框框给总统去走 我想这一分钟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很可能都是希拉里的 因为FBI已经是说了不起数 FBI不起数希拉里 所以事件不会一直持续发酵 但是有时候的选情都很难料 因为两个人出来的票数 都是比较近的 尤其是在一些不可预计的消息之下 或者因素之下 选情随时会出人意料都不顶 市场有一个看法 如果希拉里做的 就没什么大事 但是特朗普做的 可能有少少的冲击 大家担心他的言论或者政策 会不会有些偏离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 哪个坐落上去的话 都要看几样东西 就是民生、经济、国防 其实所有既定的政策 不管哪个坐落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不觉得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变 就是资金流动性仍然如此强 大家想想 因为大选现在没有结果 市场的资金是比较保守 你眼望我眼大家都不会做事 好了 当大选一切落实了之后 资金会怎样做 这才是关键 有些说美国12月加息 资金要先避一避 这是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资金比 不会因为加息这个因素 相反来说 杜瓊斯指数已经跌到 这两个月的低位 会不会是整件事件明朗了之后 资金入市的态度 又转趋正面或者积极了呢 否则去到12月份 接近年底的了嘛 年结的了嘛 基金都略为做些事 粉饰一下嘛 所以对美股的看法 不要一面都看得太淡了 当然技术上来说 现在是略为大远 这是我承认的 但是你说 会不会引伸下去 成为一个中期的大跌浪呢 我看都未必 始终来说 资金流动性仍然是很强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谢谢郭sir 长进的分析 先和大家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回忆开市感落 稍后见